二十號晚上的人武水管路 遊覽車撞寒洞死亡車禍 完成調查 家屬也在二十二號一早 重回現場招魂 但從兒子換到女兒 遲遲等不到勝腳 直到三十幾年的老友出面 終於有了回應 除了好友哽咽 鄰居也主動到場 幫忙維持交通 因為六月就要滿八十歲的周老先生 在他們眼中 是熱心公益的長期志工 除了特地到場表達不捨 也趁機抱怨寒洞的設計不良 同一時間高雄市交通局也跟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由於寒洞的慢車道除了限高兩公尺 並沒有禁止四輪車輛通行 因此仍可看到小型車以及部分貨車順利通過 大型機具的 所以他本來這條路他也要進出使用 這個道路確實他是兼顧著這地區的功能 但是我們會提早做一些警示標誌 包含這邊加車相關的牌面 另外三十萬交保的正姓司機 除了被監理所 做出三年內不得考照處分 遊覽車公司也被開罰六萬 以及三分之一車輛停業三個月處分